第105章 啊 侥幸而已 若是导师肯使用权力 我肯定走不出三个回合 挠了挠头 硝烟笑道 若是对付一名四星斗者的心声还要动用权力 你还想不想让我在学校里混了 文言 若林导师白了硝烟一眼 说道 既然你达到了我所要求的条件 那一年的假期便给你吧 唉 轻叹者摇了摇头 若林导师有些无奈地道 显然 硝烟虽然达到了条件 可让她批准一年的假期 她依然有些不情愿呢 多谢若林导师成全了 文言 校园心中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面容上充斥着欣喜 唉 别人巴不得在学院多待点时间 可你这小怪胎却要请这么久的假 真是让人头痛 回学院后 关于你这假期问题 我还得忙活好一阵呢 瞧着硝烟那兴奋的模样 若林导师苦笑道 硝烟尴尴尬地笑了笑 却是保持着沉默 这种事 她并不想多说 好了 今天的招生便到此结束吧 剩下的七天时间 我们会一直在城中继续招生 望着硝烟没有解释的意思 若林导师值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收起长鞭 柔声道 硝烟微微点了点头 到的现在 心中的大石终于是完全地放了下来 现在无坦诚的事情 差不多都已经解决了 只要再准备个两三日 她便能够放心地随要老崴出修行历练了 导师 在乌坦诚的这段时间 去我们萧家居住吧 望着那打算转身回去的若林导师 萧玉急忙地跑上前来 拉着她的手臂娇声道 去 去萧家 微微一愣 若林导师柳眉微皱 迟疑道 嘉南学院在乌坦城有特定的接待处 而且去萧家会不会有些打扰了 没关系 能请到嘉南学院的导师 是我们萧家的福气 我想 若是知道若林导师能够愿意去我们萧家做课 萧家上上下下会很高兴的 缓缓走上前来 萧颜微笑道 作为斗器大陆文明的学院 嘉南学院在加玛帝国的影响力极为巨大 论起实力来 就算是米特尔拍卖场 也与之相差甚远 作为一种超然的强大势力 嘉南学院看待乌坦诚的这些地方势力 无疑会是一种俯视的心态 而在这种心态的趋势下 历年的招生队伍很少与乌坦城中的势力打交道 更别提接受哪方势力的邀请 直接入住到地方家族之中了 而且 在这种情况下 城中的各方势力也非常的有自知之明 他们知道 两者间的差距啊 弱者难道还想奢望强者 对其刻起有理吗 有了这种思想 乌坦诚的各方势力也并没有脑子发热的去用热脸贴冷屁股 所以 对于嘉南学院的招生队伍 他们也都是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既不敢招惹 也不敢厚着脸皮去贴关系 免得到头来反而被人嘲笑 在乌坦城生活了十多年 萧炎自然非常清楚 嘉南学院的招生队伍属于何种超然的势力 如果能让得若林导师入住萧家 那么萧家在乌坦城中的影响力 则将会借此再次稳步上升 甚至不会落过米特尔拍卖场 以若林导师的特殊身份 别说是入住萧家 只要是随便与哪个小势力表现出几分好感的话 恐怕第二天 那明不见经传的小势力 就将会感受到门庭若市的滋味 虽然这个班说有些夸张 不过毕竟若林导师手中掌握着 是否能够进入嘉南学院的命脉 这对于那些急着 想要把子女送进来的人来说 只要有任何一点机会 都不会轻易放弃 所以啊 只要若林导师接受了萧炎的邀请 入住萧家 那么 乌坦城中的许多势力 都将会因此对萧家 多出几分讨好之意 前段时间 萧家疗伤药的暴力太过雄厚了 现在 若是能够让得若林导师 表现出对萧家的好感 那么萧家前段时间过度发展的一些弊端 则将会被完美解决 只是暂时居住几天时间 便能给萧家带来这么多的好处 所以啊 难怪萧炎也会不予余虑地接力推荐 听得萧炎开口 若林导师 微抿着红润的小嘴 以他的经验 自然能够知道 他的身份 在乌坦城 有何种的影响力 按常理来说 往年的招生导师 一般不会理会 城中的这些势力 不过 现在萧炎亲自开口 确实让得若林导师 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对于这位 堪称嘉南学院近百年内 潜力值最要的学生 他可不会随意地将他的话无视 不然 一旦这小家伙给气跑了 他可就再难以找到 如此接触的学生了 沉默了片刻 若林导师轻点了点头 笑盈盈地道 好吧 那便打扰萧家几日吧 见到若林导师点头答应 萧玉顿时扬起了笑脸 笑嘻嘻地抱着前者 那柔软的柳腰 罗布 你与鸽刺他们便先回接待出吧 明日继续来此处 记住可不要给我惹事 宠溺地拍了拍 萧玉的脑袋 若林导师偏头 对着帐篷处的罗布 一堆人吩咐道 脸庞干涩地点了点头 望着那娇笑打闹着 逐渐远去的一群女子的背影 罗布无奈地摇了摇头 萧玉没有邀请他们 他们自然也没脸强行跟上去 所以没有了美人相伴的一众男生 都值得萎靡地收拾好东西 宣记全身无力地对着广场另外一边行出 当听得嘉南学院招生导师来到萧家的消息后 议事厅内正在商议事情的萧战以及三位长老 顿时愣了下来 片刻之后 皆是满脸惊喜地站起身子 对视了一眼 玄机连忙出了打听 赶至家族大门之处 满脸笑容地将门口出的一众俏丽女子引进了家族 在萧妍的介绍下 双方终于初步获得了认识 而在得知若林导师等人来到此处的目的之后 萧战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 立刻拆人去后院准备空房 这般干净利落的举动 也是博得若林导师等人的不少好感 家族中突然多出了一批容貌俏丽的家男学院高材生 族内的气氛顿时热闹了许多 不少族内的年轻人都是拥了过来 目光不断地在一众俏丽女生身上扫过 并且对那被众女生围在中间 不断问这问那的萧妍投去羡慕的事件 夜色逐渐降临 作为主人家 萧家自然是拿出了最高规格的待遇 然而在晚饭过后 见到双方昙花还算热气 累了一整天的消炎 也是找了个借口 悄悄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全身疲软地 一头栽在了柔软的床榻之上 今日与若林导师的那场战斗 虽说最后有着要老的相助 可却也让得他身心疲惫啊 清晨的阳光从窗户中洒进 将房间照得颇为明亮 床榻上 少年睡眼朦胧地坐起身子 愣了片刻之后 方才连连打着哈欠爬下床 简简单单地洗瘦了一番 要老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将脸上的水迹擦干 萧妍随口询问道 待会儿出去准备一些东西吧 淡水 干粮 帐篷 驱蚊散 低级药材 以及一些疗伤回气的丹药 这些都是修行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尼德准备齐全了 毕竟我们或许会度过一段 时间不短的深山生活 虚幻的要老 突兔地出现在桌旁的椅子上 淡淡地道 我太期待了 将衣衫飞快地套在身上 萧妍笑道 望着萧妍那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要老挑了挑眉 轻声道 从出生到现在 你从没经历过生死战斗 人的潜力 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 才会犹如火山一般爆发 像你以前那般不温不火的修炼 恐怕永远难以成为真正的强者 修炼天赋 你并不缺钱 你所欠缺的是铁鱼血的历练 随意地把玩着手中的茶杯 要老瞥了一眼 穿衣迅速缓缓变慢的消炼 淡淡地道 只有成功经历过血的磨练 你才会真正的进行蜕变 消炼拳头缓缓紧握 对着要老笑着扬起脸庞 我相信自己能够通过 有信心就好 要老轻笑着点了点头 他也很满意消炼的自信 不过老师 你上次说的地阶斗技 什么时候交给我呀 消炼黑黑一笑 凑上前来 满脸垂涎的笑问道 他对那地阶斗技 可算是向往很久了 斜披了一眼笑眯眯的消炼 要老苍老的脸庞上 扬起一抹细虐 放心吧 既然说了会交给你 那我就不会食言 等离开了五坦城 你就等着给我慢慢学吧 瞧着要老这副模样 消炼心头顿时闪过一抹不妙的感觉 甘笑了两声 不再说话 将所有东西摧进怀中 然后拉开房门 走了出去 此时的若林导师等人 已经再次赶去了昨天的广场 进行着今天的招生 所以家族之中 再次变得空荡了许多 随意地拐过几条小路 消炼大摇大摆地走出家族大门 望着门外的场景 却是突然一愣 只见 那大门之外的宽敞道路上 此时已是车辆拥挤 在那些外表华丽的马车之上 印有不少徽章 从这些徽章来看 消炼能够认出 这些大多都是乌坦城 一些实力不弱的势力 嘿 这些家伙的消息还真快呀 惊叹地摇了摇头 消炼再次领略道 嘉南学院的招生导师 对乌坦城来说 拥有何种强大的影响力呀 目光随意地摇了摇 消炼便是收回了目光 没有再例会这些人 静止扬长而去 行走在因为嘉南学院的招生 而变得热闹之极的街道之上 消炼慢吞吞地 对着城市中心的拍卖场行去 在即将到达拍卖场时 依然是不厌其烦地 套上了黑色的大斗篷 然后这才放心地 走进人气比平日 更火爆的拍卖场中 雅飞优雅地坐在椅子之上 右脚搭在左腿之上 长长的旗袍下方 露出一节诱人的雪白 此时的雅飞 玉手正拿着一卷长长的纸张 好片刻后 方才把上面的材料看完 妩媚的脸颊上浮现一抹惊异 他抬起头 望着身旁的黑袍人 恶然道 消炼弟弟 你怎么弄这么多野外所需的物资啊 难道打算出远门不成 嗯 我这几天就要离开乌坦城 或许一两年才会回来 轻轻抿了一口茶水 消炼轻笑道 一两年 闻言 雅飞再次一愣 惊道 要这么久吗 你打算干什么 我现在也成年了 所以想出去历练历练 一直闲在这小小的乌坦城 实非我所愿 消炼 消炼淡淡地笑道 哎 以你的修炼天赋 一直留在乌坦城 也的确 难以成为真正的强者 微微点了点头 雅飞轻声道 那位神秘的炼药师也会和你一起走吧 沉默了一会儿 沉默了一会儿 雅飞问道 嗯 她是我的师父 哦 难怪 恍然地点了点头 雅飞深深地看了一眼消炼 沉默道 那你也应该算是一名炼药师了吧 肖家的疗伤药便是我自己炼制的 消炼这次并未有半点饮会 笑道 古泥叔叔从那凝血散的炼制程度中 并看出了一些端泥 只是他并不知道 你与那名炼药师的关系 所以并没有猜到你的头上来 对于消炼这话 雅飞却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惊讶 显然 他事先已经猜出了一些东西 麻烦帮我把物资准备好吧 所需要的钱便从卡中扣去吧 不要拒绝 我并不想走前再欠些人情 从怀中掏出一张淡金色的卡片 消炼将之地向雅飞 卡中有四十多万金币 全是与萧家销售疗伤药所分成的利润 好吧 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雅飞只得接过卡片 挥手叫来一名侍女 将卡片与纸张交由他 吩咐其速速前去办理 我走后 希望米特拍卖场能多多照料一下萧家 日后若是雅飞姐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消炼不会推辞 抬起头 望着面前这堪称有物的妩媚女人 消炼微笑道 既然你都叫了生亚飞姐 我又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而且一名潜力无限的炼药师 就算是陪上了姐姐自己 我也值得接力讨好啊 消炼一生比往日多了几分诚意的称呼 让她雅飞狭长的美眸 搬起迷人的弧度 玉手拖着香腮 眸子盯着少年 那露出黑袍一角的清秀脸庞 淡淡的妩媚诱惑 浮现在那张妖娃的成熟俏脸 直上 泛着诱惑的苏玛声音 让得消炼的心肩颤了颤 玄机哭笑的摇了摇头 这女人简直就是专为 勾引男人而生的天生游物 若是换个无人的地方 以及定力稍差的男子啊 恐怕早已经忍不住心头的浴火呀 将之强行按在地上给绊了 不逗你玩了 黑袍下略为有些急促的呼吸声 让得雅飞红润的嘴唇 挑起一抹得意的轻笑 她很喜欢 让得这位冷静的 有些过分的少年 在她面前露出这个年龄 本该有的青涩与害羞 香炎弟弟 我很期待 当你再次回到乌坦城时 将会达到何种级别 玉蓉上的妩媚笑意 突然一收 雅飞轻声道 嗯 我也蛮期待的 微微一笑 萧炎抬头望着沙林之外 那快步走来的侍女 缓缓坐起身子 摆了摆手 笑道 我走了 这恐怕是告别之前的 最后一次来你这里了 盈盈地站起身子 雅飞翘生生地立在萧炎身前 望着这相处了一两年的少年 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是以合作计算 不过 对于这比自己小了几岁的淡然少年 雅飞心中却总是有着几分另类的喜欢 就在这时 萧炎上前抱住雅飞那千细的腰枝 手臂缓着 这不知被多少乌坦成男人垂涎的完美腰枝 萧炎能够感受到 在她抱着雅飞之时 后者的身体生硬地僵了起来 好片刻后方才再度恢复柔软 愣愣地立在原地 雅飞被萧炎这种特殊的告别动作 搞得翘脸为红 不过 好在萧炎并未有进一步的举动 不然她还真的会以为 这小家伙 是不是突然间的色心大涨了呢 雅飞姐 保重 我知道你的身份 应该不止只是一个首席的拍卖师而已 不过 我还是要非常认真地说一句 萧炎的下巴 抵在雅飞的香肩上 萧炎深嗅着那股淡淡的体香 嘴角挑起一抹戏虐 说道 以后千万不要被别的男人这么抱着你 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男人在抱你的时候 脑子里肯定想的是如何把你推上床 文言 雅飞一愣 玄机翘脸上 一抹诱人的飞红震道 小家伙 竟然敢取笑啊 我看你恐怕才是这么想的吧 大笑了两声 萧炎不再贪恋手中的柔软 毫不留恋地收回手掌 对着雅飞扬了扬手 静止转身对外行去 雅飞姐 再见了 一年后再见 轻声笑了笑 萧炎走到门口处 那因为他与雅飞先前的亲力动作 而目瞪口呆的侍女身旁 笑眯眯地从他的银盘中拿过淡金色的卡片 与两枚小小的纳戒 轻声说了一句谢谢 然后头也不回地对着拍卖场之外行去 望着那逐渐消失在转角之处的背影 雅飞翘脸上的飞红 方才渐渐淡去 御守在先前萧炎手掌处抚摸了一下 那里似乎有着淡淡的温热残留 一种异样的感觉 让着雅飞脚尖泛着苏玛 还真是个色胆包天的小家伙 不过我真的很期待你的归来 这么好的合作伙伴 我可不想失去了 而且我也很好奇 回来之时你能够爬到何种地步 第106章 从拍卖场出来 萧炎立在人流拥挤的街道分岔口 望着这相处了十多年的城市 许久之后 有些落寞地轻叹了一口气 玄机紧紧地握着拳头 似是在给自己打气般的轻声道 外面的世界一定会更精彩 说完萧炎笑了巧 甩絮心中一些惆怅 脉动着脚步 汇进了人流之中 迅速消失不见了 在将所有的物资准备齐全之后 剩下的两日时间 萧炎便停止了忙碌 静下心来 享受着这极其短暂的平静生活 而似是清楚萧炎此时的心情 药老似乎也是一直没有出言打扰 任由他自己安排着时间 萧炎这两日的安静 也让得有些敏感的薰儿 觉察到了些什么 于是啊 这小妮子一没事 就跟在萧炎的身前身后 水灵的毛巫子中 泛着浓浓的不舍与眷恋 对于这根屁虫啊 萧炎也是有些无奈 值得在独处之时 轻声的安慰着 这才让得薰儿情绪 稍微提高了一点 行走在家族的小路上 萧炎舒展了一下懒腰 今天便是离开的时候 刚才他已经去见了父亲 也与他说了自己的打算 而在听得萧炎今日便要动身离开之后 萧展虽然心中极为的不舍 可他却清楚 萧炎的视线 不会局限在这小小的乌坦城之中 以他的天赋 只有外面那无边无际的天空 才能够让他随心所欲的展现自己 除鹰一掌 当空而物 然而日后若是有机会 可以去加玛帝国边境处的石墨城看看 你大哥与二哥便是在那里发展 听说最近几年 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墨铁的佣兵团 在当地也能算作是不弱的势力 回想起先前在书房父亲所说的话语 萧炎微微一笑 在经历过成人一世后 两位兄长便是出去历练闯荡了 而当时的父亲并不是一族之长 最近几年内啊 或许是因为路途遥远 或者拥兵团中事物繁忙的因故 他们很少回屋坦诚 不过年少时的兄弟感情 倒是也让得萧炎对他们有着几分感情 萧炎 转过路角 女子温柔的轻声 嚷得萧炎停住了脚步 抬起头 望着路旁的美丽女人 不由得笑道 若林老师怎么没去招生啊 回来拿了点东西 现在请薰儿代替着呢 微微一笑 若林导师缓步走上 目光在萧炎身上扫了扫 柔声道 打算走了 嗯 摸着鼻子 萧炎点了点头 不和玉儿和薰儿他们打声招呼吗 嗯 算了 免得到时候分别搞得挺伤感的 安静的走也挺好 耸了耸肩 萧炎笑道 你倒是洒脱 可却让别人来伤心呢 正怪了 盯着萧炎一眼 若林导师略微沉默 旋即温柔道 希望一年后 我能得到某人冲上云蓝棕的消息 萧炎微微一正 旋即笑着点了点头 在家族中住了几日 总会有一些大嘴巴 会把自己与纳兰妍然之间的事情说出来 所以萧炎也并未追问 她是如何得知的 其实我很想知道 如果当她知道你如今的实力后 会是何种表情 若林导师突然俏皮地笑道 贪了贪手 萧炎再次与若林导师笑谈了一会儿 然后便是在后者的注目中 缓缓消失在小鹿的尽头 顺着小鹿 行进自己的房间之中 萧炎从枕头下 取出三眉纳戒 将暗红色的一只戴在手指上 其余的两眉 则是小心地摧进了怀中 三眉纳戒 三眉纳戒虽然都是低级 不过也算是个珍贵之物了 行走在外才不露白 这点道理 萧炎还是很明白的 萧炎所携带之物很是简单 三眉低级纳戒 便是将所有的东西都收了进去 站在房门处 萧炎望着变得有些空荡的房间 淡淡一笑 伴随着房门的歌之轻声 最后一粒阳光从门缝间逐渐消失 萧炎的离开没有惊动任何人 少年一身普通衣衫 双手空空地从大门中走出 然后在家族护卫的恭敬目光中 缓缓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或许这些护卫并不知道 踏着一走 或许就得许多年后方才能回家 薰儿今日有些心绪不宁 少女微皱着眉头 有着淡淡的忧郁 没有焦距的目光任谁都能知道 她此时心不在焉 一道柔和的男子声音突然地在薰儿身旁响起 一位模样俊秀的青年 正微笑着端着一杯清水 被打断了思绪 薰儿抬了抬头 望着身旁的俊秀青年 这位青年 是此次招生队伍内的学员中实力最强之人 就算是罗布与之相比 也要弱上许多 而且这人并没有罗布那种 一眼就能看出的虚假笑容 薰儿偶尔与一些女学员聊天时 能够发现 似乎不少队中的女生 对这位实力既强 人又帅又温和的学长抱有好感 然而 虽然青年的笑容温和而不刺人 不过这却并不能让薰儿有过多的关注 目光随意地瞟了瞟 淡淡地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了 谢谢 薰儿冷淡的态度 并未让青年脸色有什么变化 耸了耸肩 毫不介意地收起水杯 微笑道 今天招生测试 若不是薰儿选配帮忙 恐怕要把我们给忙得手忙搅乱了 真是麻烦了 若林导师请我来帮忙而已 摇了摇头 薰儿微偏了偏头 望着那又欲说话的青年 轻声道 学长 能让我静一静吗 抱歉 我这人花总是很多 打扰了 青年笑脸为止 玄机笑着点了点头 转身对着帐篷行去 哼 林南 怎么 对人家动心了 行至帐篷 一道笑嘻嘻的声音 突然地传了出来 脚步顿住 被称为林南的青年 偏了一眼 满脸笑容的 骡布 身子 斜靠在帐篷杆上 端起手中的水杯 抿了一口 微笑着目光 望着 那在夕阳的映射下 深思 修长的少女 目光中 跳过一抹炙热 说道 很少见到 这种极品女孩了 学院中 可没多少女生 能与她相比 可人家似乎 对你不堪兴趣啊 罗布 细虐地笑道 兴趣 是需要培养出来的 日后 还有的是时间 急什么 林南威笑道 他和那位叫做 硝烟的家伙 关系不错呀 瞥了一眼 不远处的少女 罗布 似是无意地道 晃动的水杯 微微一致 林南眉头微皱 那家伙 真的在若林岛石下 撑了二十个回合吗 的确是真的 那天你们几个人 在外面测试 所以并未看见 可我们一个人 却是亲眼所见 若林岛石 最后使出了水曼陀罗 可依然被那家伙 给扛了过来 回强起那日的战斗 罗布脸庞上忍不住地 闪过一抹惊骇 沉生道 手掌微紧 林南将杯中的清水 一饮而尽 撇嘴道 就算是真的 那我也不会因此放弃他 那家伙 修炼天赋 的确很强 不过比起 如何讨好女人来 还差得很远 哼 而且 他还要离开 熏儿一年 这一年 我能有大把的时间 让他熏儿 对他的感情淡化 说到此处 林南略微有些得意 作为一名情场牢少 他很有信心 如何捕捉一名 少女的芳心 熏儿 此时广场外 若林岛石 突然快步抛进 最后 停在少女面前 喘了几口气 轻声道 他 他走了 小手 微微一颤 熏儿沉默了片刻 微微点了点头 熏儿 别伤心了 只是分开一段时间而已 瞧着熏儿 安静的模样 若林岛石 叹了一口气 安慰道 轻点了点头 的毛子 紧紧地盯着林南 轻声道 学长 能陪熏儿切磋一下吗 听着熏儿的要求 林南一愣 半想后 方才笑道 啊 熏儿学妹 有着有着要求 我自然不会反对 切磋之时 我会把实力压制 再与你平几 薰儿 闸了闸 修长的睫毛 没有再开口 小脸淡然地静止 行进帐篷之中 哎 小心点吧 她的实力 可是六星斗者 望着那进入帐篷的少女 罗布笑着提醒道 我两个月前 就已经进入七星了 微微一笑 林南望着帐篷 含笑道 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开头 女孩一般都是在这种时候 心非脆脆弱的 嘴角微先 林南整了整衣衫 然后在罗布那羡慕的目光中 进入了帐篷 站在帐篷之外 罗布等待了几分钟 然后那帐篮便是被掀开了 小脸淡漠的少女 缓缓夺出 竟然是薰儿先出来 罗布不由得一愣 不过瞧着那少女的脸色 确实不敢开口询问 少女站在帐篷之外 抬起精致的小脸 望着那即将落下的夕阳 这时候 少年或许 早已经出城了吧 小手掠过额前的青丝 片刻之后 薰儿拼过头 对着罗布轻声道 日后再从水的口中 听到萧妍哥哥的不是 我会杀人 被那双水灵动人的毛子紧盯住 罗布脸庞上 确实犯不起一点笑意 一股寒意从心中蔓延而出 收回目光 薰儿对着广场外缓缓行去 带得薰儿离开之后 若林导师与罗布赶忙掀开帐篷 身躯突然一震 帐篷之内 林南正萎缩在地 原本俊秀的脸庞 此时已经布满轻重 显得丑陋至极 在其身旁的地面上 十几颗染血的牙齿 正随意地散落着 看上去极为刺眼